哈喽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 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想了解 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我会非常推荐你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道 如果你是想要询问 有关于天使传讯 心灵咨询服务 或者是想要支持 我的香氛品牌 订购大天神的 那蜡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 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 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 去形容到 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 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 不是一个会按照 排阵跟排域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在影片下方 打开字幕 如果你觉得 我的语速过快 可以到下方 进行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觉得 我声音太吵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 进入到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天蝎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帮你们瞧一下 你们的摄影机啊 这个是要替 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今天 会直接进入到 这个 给天蝎座的朋友们 开场讯息 我感觉 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两到三周 我非常喜欢 跟葡萄制品 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葡萄面包啦 吃葡萄啦 或葡萄汁啦 类似像或葡萄干啦 我感觉最近 你特别喜欢吃葡萄 我在还没有开始 要准备要录你之前的时候 我已经读到这个讯息了 OK 这个呢 可能是给小众的 这个 天蝎座的朋友们 OK 来 那第三个呢 要给这个 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 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讯息是 这两到三周 我感觉 咖啡色呢 是你的幸运颜色 OK 比如说一些 服装饰品啊 或者是配件啊 我感觉 咖啡跟米白都可以 这两个颜色 好像在这两到三周呢 会给你有一种 很扎实稳固的感受 OK 所以你可以 大量用这两种颜色 去做一个 灵活运用搭配 其实这两颜色 好像也蛮搭的 OK 好 然后呢 第三个 要给天蝎座的 朋友们的开强讯息是 你最近呢 不要容易 这个心服气躁 特别是 身边有一些人来找你 我不觉得他们来 找你麻烦啦 但他们就喜欢 在你身边晃啊晃啊 别理他们 OK 我觉得你身边 最近应该 会有一些无聊的人 在你身边晃啊晃啊晃 然后让你感觉 看得很刺眼 这样子OK 他也没有真正做什么 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可是可能会在你面前 炫耀一些什么 说一些什么 可能会引发你一些 情绪上面这个波动 我个人是觉得 不需要太在意 OK 好来 那我们就准备 来进入你的 双中能量用适排卡解读 这两到三个礼拜 你的挑战排卡 是这个命运之轮 OK 然后呢 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塔牌事件 OK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天使和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告诉 天蝎座的朋友们 希望能够为你们 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协助 好吗 请稍微呢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一下 你的能量场 OK 好 我觉得你 你这两到三周 蛮厉害的哦 原因是因为 你这整个牌卡 很特别的 你看哦 你抽到世界牌卡 抽到命运之轮 你抽到塔牌 这三张牌卡 其实都是大牌的 OK 这三张牌卡 其实说实在都是大牌的 大牌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 震撼性的事件 对我来讲 在你的能量场当中 我觉得这三张牌 算是一个 你很主要的主轴 再加上呢 你又抽到这个 权杖女王在这里 OK 钱币国王在这里 OK 所以我会觉得说 哦 你这个是蛮厉害的 一组牌卡 这能量场是蛮惊人的 OK 好 因为这边蛮妙的 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再去感受一下 比较深一点点的能量场 因为我觉得 你这边好像 蛮有故事性的 OK OK好 我个人会觉得 天线所有朋友们 例如我在这两到三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读到能量场 有点像是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 再等我一下 原因就是 我感觉这个东西 是很奇怪的 就是 不是奇怪的 奇怪是一个行动词 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就是我举个例来说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原本跟你的主管 或跟你其中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跟你的同事好了 你们两个呢 很要好 你们经常一起 并肩作战 我觉得呢 这个故事 有点举例像说 原本你们两个 很要好 彼此信任 你们都是互相帮忙 就有点像 麻吉麻吉很好 然后呢 会因为一些 我个人会觉得说 一些 不知道到底是人呢 还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导致于便是 你们会针锋相对 OK 会针锋相对 所以非常有可能 会去改变这一段关系 或者是会动摇 这个根本 OK 然后这个事件是 势必得发生的喔 OK 势必得发生的意思就是说 能不能过这一关 要看你们两个的造化 OK 要看你们两个造化 还有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有能力 去共同突破这个关卡 原因是因为呢 你在这个挑战排卡 这边是一个命运之轮 我把它放在 先进队的能量长远 它是互相对你 等一下跟你做个解释 这张是保健六 这个是钱币国王 这个是钱币二 OK 这三张排卡呢 很简而言之 就是你们呢 跟你交手这个相关 状况人数或事件 或梦想跟目标 其实你都是一心一意的 甚至是可以 说是彼此很忠诚的 或者是比如说 这个梦想就是 你想追求的 你从来都没有改变心意 这就是为什么会讲 如果是人 两个人好像就是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铁资兄弟 或者是比如说 我们就是一对 就是不离不弃的闺蜜 好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梦想呢 你就可以去想 我就是要上这间名校 我就是要上这间公司 我一定要应征上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保健六呢 你看他的这个保健 是向外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会一直 一起来抵抗这个外敌 为什么 因为我很清楚 我是钱币国王 我很明白 甚至是我很 怎么说呢 我对我想要的目标 你看他眼神是很坚定的 我对我想要的目标 我眼神是很坚定的 我没有改变的 我不会动摇的 而且我是一只大象 我是一个大象 谁能够动摇我 那么大只 是不是 然后这个钱币二呢 你注意看哦 这是一个绿色的丝带 把这个钱币二 这样子无限巡回 绕出来的 钱币二加钱币 国王 像真的就是钱币三 意思就是说 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或你想要得到 这个目标跟目标呢 其实它是会来到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们可以相得益彰 或者是你帮我 我帮鱼 有点像是说 鲁鱼得水 鱼帮水 水帮鱼 这样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很好 在过去的状态 都很好 甚至呢 这是一个良好的循环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个呢 相关状况人数 或目想跟目标 在过去状态都是很好的 但来到现阶段的量场所 它突然出现了 这个死亡牌卡 突然出现了这个保健一 还突然出现了 这个钱币骑士 OK 你可以注意看 这三张牌卡 有点像说 这个呢 在隧道里面 我们要去找到这个出口 所以这边是有光亮的 那这边呢 有一个保健一 这边有一个权杖 这个骑士 我个人会感觉 这边就是会有 突然好像杀出一个 什么陈咬金 突然让你去看见说 哎呀 怪了 我怎么会突然 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然后你怎么会 突然做出这种决定 或你怎么会 跟我说这种话 或者是 你怎么会 让我觉得说 怎么会有 这样的事件发生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我这边 很轻描淡写淡过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边 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 或有一个疙瘩 这种事情也不用太大 OK 这事情可能是很小 比如说 他讲了一句 你不中意听的事 或他找你的那个弱点去攻 类似像这样 他说 每次事情会delay 还不都是因为 你在那边拖泥带水 你那个拖延症 但是在过去 你们都很好 可是他明知道 这是你的个性 但你也没有 因此挽交你的报告 或者是拖累整个团队 但他可能攻了你这一点 你突然就觉得 好了我不爽了 我突然有点不爽了 OK 怎么样 我拖泥带水 请问我有耽误到 整个人 所有大家的行程吗 没有嘛 你现在讲这什么意思 OK 有点类似像这样 可以是这种小事就可以了 也不用到什么太大的大事 OK 你们要自己灵活 运用在你的生活状况当中 OK 所以因为这样的事件 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 发现之后呢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有点像说 这个针锋相对 让你们突然去看见到说 我们好像不能够 怎么说呢 不能够用自己认为 一直是对的方法 去处理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或者是梦想跟目标 例如 你觉得说 我的履义写得很好啊 他们为什么不录用我 我的工作表现 这么多精力 为什么他们不录用我 OK 你一直有点像是 在钻牛角尖这个东西 但你没有去想 我不能一直这样子 认为自己就很好了 所以他应该要录用我 而是说 你要去思考看看 为什么 现在你是在找工作的那个人 OK 你好像有点反过来了 所以你这个履历 要怎么样重新编排 怎么样写得漂亮 或是有没有人 给你一些推荐信函 OK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你这边好像 不能用这种方法做事 还有就是像我刚举例 那个拖延症 OK 你明知道拖延症 其实大家都不喜欢 大家也不喜欢催你 大家也不喜欢怎么样 OK 或者是这个角色 是可以互换的 所以你突然会觉得说 好像是因为这个事情 好像真的就是 点到了你那个痛处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突然清醒了 OK 你或对方突然清醒了 或你更加清楚明白 知道这个状况了 所以呢 这个死亡排卡 有点像说 OK 如果我希望 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世界梦想 或目标 有所提升的话 我要能够自己去面对 我要拿出这个宝剑 我要能够去找到 这个新的方法 或者是新的出口 或者是 我要能够去看到 这件事情 为我带来的好处的那一面 就是光明的那一面 然后呢 这个权杖歧视呢 给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像说呢 你要能够更有智慧 去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那种 他叮你 你有拖延症 你就开始跟他杠上了 没有用的 OK 或者是这个人啊 来惹毛你 或者是这个人啊 做了一些行为之后 你去用这种 行动上的这种冲突啊 没有用的 这个状况 一定要你用智慧去处理 OK 这个状况 甚至会有点像是说 奇怪了 我以前都不会受到这样情绪上的波动 为什么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就会 他就会引起我这样的波动 OK 因为我感觉这个过去这个东西 有可能是你很有把握的 但难道现阶段 他突然好像有点 你没有办法掌控了 所以你有点乱了阵脚 OK 所以这张牌卡 为什么命运之轮会是你的挑战 意思就是说 这个命运你要推动到哪个方向 你要能够自己决定之外 还有这件事 你看哦 在命运之轮头上是有一朵花的 很像这个图腾 很像那个曼陀罗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跟你讲啊 你要有智慧 能够去处理这件事情 OK 还有呢 我会觉得说 你不是没有能力去处理 而是说 这张牌卡有一种 你要怎么去处理 会处理得漂亮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有一种 你要怎么去处理 会处理得漂亮 例如这个同事把你拖延症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真的是你的可能就是一个你的落项 你要怎么去处理处理得漂亮 OK 比如说 好 从现在开始 我提早规划 OK 从现在开始 我自己尽可能在这些 比如说在这些期限章之前 把这件事情做好 不要让别人说话 对吧 OK 或者是比如说 你要想一个计划 是实质有用的 可行性的 OK 然后让别人 没有办法 再对你 这些 这些 怎么样 影响到你的这个情绪 他们 继续踩你的这个痛点 OK 所以我感觉呢 这个东西有点像是说 它能够让你来到一个 更加提升的一个状态 只是 可能提升的方式 不是很好受 因为你去想嘛 过去的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 或梦想跟目标 对你来讲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胜卷在握 你不会怀疑的 我兄弟这么挺我 我的闺蜜这么的 就是怎么样 在我背后支持我 他们不会做这种事 偏偏 就出现了这件事情 OK 或者是你突如其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个讯息 你突如其来被你的公司 坏掉了 你会觉得说 我能力差吗 怎么会发生什么事 OK 所以我才会觉得 你要有智慧去处理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要处理得漂亮 OK 那来到未来的能量场 这个是宝剑8 然后这个是权杖女王 这个是世界台卡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啊 它的确是要你能够去 怎么讲 好好处理的 原因是因为呢 你看哦 他们就要这样跟你解释 原本这个宝剑6呢 是刀都是向外 现在是向内的 向内之外 这边还有两支宝剑是针锋相对的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宝剑呢 我们是向内的时候呢 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从你自己的内部 内在状态 就是比如说 你跟这个人起内后 你要从内在状态去处理 跟外在的东西没有关系 我这边感觉 这个东西是跟外在环境没有关系 但是 你们会因为外在的状态 以为这个东西是外在的问题 所以这张牌卡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OK 你们要能够在你们世界里面 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这个呢 这个世界牌卡 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这个果实啊 能不能够拿下 能不能拿来吃啊 就是你们这个权杖女王 能不能去 好好的控制你们内在这个优化 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 有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 或者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拿出 你自己去改变 或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这个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 我刚刚会举这个例子 你被fire掉 真的只是因为公司的问题吗 你真的没有问题吗 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能力很好 你的那个精力很棒 为什么 别人好像都还没有通知你去面试呢 这到底是外在的问题 还是内在的问题 这个你要自己去思考一下 你要有智慧去处理 OK 然后你跟这个人际关系的状况 真的是 纯粹是外在的声音吗 还是你真的都没有错呢 我感觉这副牌卡 就是你要往里面走 你才会找到这些 我觉得有点像关键要素 因为这个世界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是关键要素 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以来事件是这个塔牌 这个塔牌很有趣的 这个塔牌是没有倒的 是有点倾斜的 但没有倒 OK 快要倒了快要倒了 好 有点裂开了 OK 然后呢 这张塔牌给我一个感受是 我觉得没有经历过 这一次的这个震撼教育 我会这样说 没有经历过这次震撼教育 或者是这个经历 你不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塔是会倒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边有一个感觉是 哎呀 我兄弟很靠谱啊 我姐妹觉得 我说什么他们都答应啊 你才发现说 哎没有哦 他们没有答应 OK 他们说 哎 每次我们约要吃饭 你都迟到三个小时 拜托 我们下次哪敢再约你吃饭啊 就这样子的小事就好了 你就会觉得说 我的世界被动摇了 我以为是这样 没想到是这样 所以你要向内去找到这个原因 然后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OK 有没有办法 你们彼此之间 有没有能力再去修复这段关系 或去处理这个事情 要处理得漂亮 你要能够去找到方法 这就是你这两到三周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状态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的验证牌卡 他们说你们的能量场很简单 直接各一张就可以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看 你抽到这个保健二 OK 保健二的意思是说 我就是会觉得啦 过去好像什么东西都很好 但是为什么这边有一个保健二意思就是说 可能就是像我讲的 别人啊 有点在包容你的拖延症 OK 然后呢 你就会觉得没关系啦 反正他们都包容我了 我们现在这样子都很好 没关系的 这个可能是一个 这叫什么 卫爆弹 OK 只是你会觉得视若无睹 没关系啦 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啦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呢 就是有可能 卫爆弹 在过去并没有被挖掘出来 现在只是炸开而已 OK 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保健六 你看保健六 验证保健六 我不是跟你讲吗 你看 这就是验证牌卡 要看的地方 以前你们都是枪口 你们都是刀向外 现在呢 变成是 你看哦 来到过去 现在你还是想向外 可是呢 想向外的过程当中呢 你去想哦 这个人点出你的拖延症 点出你爱迟到 点出你做事 老是分心 OK 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当这个刀都向外 所以以前我们是同心协力 我们在同一艘船上 现在呢 只有你自己在这艘船上 那你为什么自己要在这艘船上呢 原因是因为你看 这个保健是插在这个船上 意思就是说 你要真正理性去思考这件事情 真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吗 就是你现阶段最大的一个考量 还有 这个保健六 加上这个保健一 上真的就是保健七 你会觉得说 以前他们都没有跟我说 以前都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们现在都怪我咯 好 这个就是有一种 你觉得被背叛了 你本来应该很挺我啊 你怎么现在 才跟我讲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现在 好像有点落井下石 这个就是在你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 这个死亡排场的出口 这个东西啊 这个旧有的习惯 旧有的身份 或旧有的状态 它要被翻身的 它得死去的 OK 所以你的挑战排场呢 这边是这个命运之轮 你抽到 你看 你看我刚没有看哦 你看你抽到什么 保健七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我刚刚就是觉得 他们叫我拿起来 给你看 就是保健六加保健一 是保健七 你抽到验证牌卡 又是保健七 OK 都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的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不能因为说 觉得说 你们都背叛我啦 你们不听我了啦 然后这个命运呢 为什么这个命运之轮在这边 就是你们会分 会合 会合作 会持续 有没有能力 共同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在这个关卡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如果你只是紧抓着别人说 他们背叛我了 他们没有像以前包容我了 他们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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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看外在的东西哦 你这一关就会过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 前面我会跟你讲 你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 你们彼此都要有智慧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的保健七在这边又出现了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他们说很简单的 就这样一张牌卡 解释所有的东西 接下来 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钱壁酒 OK 来 这个钱壁酒呢 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这钱壁酒有点像说 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 当你要能够去 向内看 或者是向内去 我们这样讲好 反省你自己 或者是这个角色可以互换 可能这个角色是 对方 不是你 OK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你必须要能够独立 去完成这件事情 独立自己去反思这件事情 还有 我个人会感觉 这张牌卡有一种 让你再一次去意识到 再一次让你意识到 你有哪些东西不够 需要补足 或者是不够独立的地方 就意思说 像之前呢 你都有拖延症 其他人啊 就要催你催你催你 其实说实在的 你不应该要让别人催你的 你应该是要有一个进程嘛 有一个行事力啊 或者是有一个知道说 这个进度在哪里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你 缺乏的自律 OK 类似这样子啊 OK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找到 你自己缺乏独立的那个部分 或者是比如说 以前呢 你三不五十呢 就要比如说 请你的姐妹 我心情不好 你陪我 我心情不好 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们心情不好 我们来喝酒 久了久了久了 人家就觉得说 哎呀你好像 好像有点过分依赖 所以这个钱比酒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要去把你 不够独立的那一部分 去补足 这个问题相对的 你就有智慧 跟你有能力去处理 OK 那你在处理的时候 你才能够跟这个人 像这个保健吧 你才能够两个人说开 两个人去讲清楚 OK 我不是找你麻烦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 一直重复再重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两次保健会针锋相对 OK 要向内看 向内去处理 把你们这个东西 去搞好它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干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你这个验证牌卡 是这个恶魔牌卡 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最害怕的地方 你一直以为 这个东西会被包容 你一直以为 这个东西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就是你的阴暗面 其实你自己 可能心里有数的 就是你这个拖延症 你这个不依赖别人的 这个状态 其实你自己知道的 所以这个 就是为什么我会讲 你有世界牌卡 又有这个命运之轮 又有这个塔牌 这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势必得发生这件事情 让你去看见 你自己的阴暗面 或者是你的不确定感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原本你有把握 它现在你没有把握了 它开始晃动了 这个是会动摇你的根基的 相对的 你就会开始去觉得说 我好像应该要更谨慎一点的 我其实应该要多思考一点的 我好像不能这样子 就是觉得说 大家就应该要这样子 我做我自己 我都不要考虑别人 这个我觉得是反而是 会提醒你要去思考一下的 好吗 好嘞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 你看这张牌卡 还有这个 这张牌卡是第四卖人 然后还有这个by the book 这两张牌卡 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是可以 去按照你自己的风格 去做事的 甚至你可以没守成规的 这张牌卡就是有点像没守成规 我就算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事 我就是心里想要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OK 他们说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你绝对可以这样做 你有权力这样做 你也可以有自由这样做 但是他们说 如果假设 这个呢 一直过去这个 可能跟你很好的相关状况人事物 梦想或目标 你想去追求这个东西 如果你一直用一意孤行 用一招打天下 那你去想吧 一招真的能打天下吗 他们就好提醒你 这两张牌卡就是 你真的要一招打天下吗 你真的觉得这样会奏效吗 OK 因为我们人呢 只要长大之后 你一定会交手一些 外在的这些环境啊 状况啊 或者是人际关系啊 一定都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 这边好像有点像是说 告诉你一招打天下没有用啊 你认为这样永恒的事情 它不存在了 所以你要不要试着去改变 好 用第二招 或第三招 或第十招 多增加一点你的招数 或多增加一些你的伎俩 还有 这边呢 有一个很 特别的一个讯息 有点像说 嗯 我要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 稍微等我一下 让我思考怎么去跟你讲 就是你原本觉得 这个是很巩固的东西 来了一个外敌 或来了一个状况 来了一个事件 OK 让你会 让你会很紧张的 要赶快去巩固它 但是赶快去巩固它呢 你没有从根本做起 你还是用这样一招打天下的话 那他们说 其实这个 这个是没什么太大用处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好像 要特别给一些小众的天蠍座的朋友们 好吗 提供给你做个参考 OK 好 那以上这些 就是要给天蠍座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气排卡解读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 OK 有很多事情 我们从自己的内心做起 我相信很多事情 它就会引入而解 你也不用太过分担心 OK 也希望这个影片 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气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